黄光玉最终还是没能拯救国美 从高调的宣布重新回到CV 到发布出工资 国美仅仅用了两年时间 在命运的洪流之下 国美电器并没有跳出和苏宁营养的命运 如果说相信命运是一种觉悟 那么顺势而为才是至胜的关键 有时候不折腾就是最正确的策略 2月3日国美在A股最重要布局公司 中关村一连发布了多条公告 公告显示国美控股质押的 中关村1562万股爆仓 涉及资金一共1.03亿元 且国美系持有的中关村股票 均处于冻结或者浓厚冻结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 中关村还披露了一条比较惊爆的消息 黄光玉已经不是国美零售的控股股东了 对于该消息尽管震惊 但实际并不意外 根据国美零售披露的历史公告显示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黄光玉杜鹃夫妇持续减持国美零售的股票 减持幅度之大 让外界震惊 据悉去年上半年 黄光玉夫妇持有国美零售比例超过了60% 不到半年 其持股的比例就一路的下降至了最低10.97% 因为最近进行了一笔债转股的操作 持股比例才稍微有所上升 但这并不能够改变大局 当下的国美已经是风云飘摇的状态了 已经被申请破产清算的阴霾也难以消散 种种迹象表明黄光玉正在失去重整国美的力量 而这一切的败局 均是从黄光玉求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回顾国美的发展史 其强盛的时期 一度连董明珠这样的铁娘子都要让上三分 在国内家电行业的话语权也是非常之大 然而国美的高光随着黄光玉入狱戛然而止 在黄光玉入狱期间 国美既曾发生了一次内部的夺权之争 好在杜鹃凭借一己之力 没有能够让国美的控制权抗弱 在杜鹃执掌国美期间 虽然没有能够复刻黄光玉时代的辉煌 但是也算替夫守住了东山再起的资本 总的来说 虽然杜鹃执掌的国美连年亏损 但是基本盘并没有太大的损伤 让国美没落的并不是杜鹃本人 而是整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很显然黄光玉并没有能够认清现实 2021年2月黄光玉正式获释 杜鹃也将公司全盘交给了这个 他等待了十几年的人 回归后的黄光玉显然富有余力 甚至扬言用18个月 让国美重新回到原来的市场地位 对于黄光玉的豪言 市场第一时间并未怀疑 而是选择了相信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国美系的股价大涨 国美零售涨幅更是超过了150% 此外国美还和电商新贵拼多多产生了联系 一切貌似都朝着好的方向在发展 但是国美的影集从未治愈 在电商化的扩展之路上 国美系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 真快乐也没有能够让黄光玉真快乐 在激进的策略中 国美一步一步深陷资金短缺的泥潭 当时在寻找电商人才的时候 国美当时放缓不设上限 可以带团队集体的跳槽 但收小甚微 一位业内人士曾表示 但凡有背景的电商强将 都不愿意去国美入职 因为本质上 国美仍然是一家家族企业 一位国美的内部员工 也曾表示 他们回来之前 一直感觉挺传奇的 跟他开了一次会 就感觉一言难尽了 2022年10月28日 国美电器董事长黄秀宏称 今后中长期 工资发放存在不确定性 今后公司会出去一份承诺书 员工可以各自去找主管签字 这一番操作 直接让国美沉入了谷底 总而言 凯契财新认为 国美系的问题 实际上依旧是没有被真正的解决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变动之后 黄光玉已经是从原来的激进破章 变成了如何守住现有的财富 尽管黄光玉夫妇不断的套现 然后借款给国美 但是本质上的衰退已经不可逆转